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WiFi6路由器 之前我们测试了小米的AX3600 599的售价 大家都觉得小米是最具性价比的WiFi6路由器 结果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WiFi6路由器就跌破了300块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台 售价289的华为AX3 Pro 大家似乎对这台路由器期望值很高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华为AX3 Pro 它能不能干过售价比它贵一倍的 小米AX3600 这次华为的设计总的来说颜值还算不错 可惜我定的是黑色却给我发成了白色 估计黑色的质感和档次感会更高一些 中间位置是一颗圆形的按键 作用是一键连接其他的华为设备 当然也可以当做WPS键持 右下角是内置的NFC感应芯片 可以实现手机一碰互联 路由器前侧中心位置有一颗指示灯 金色表示正常 红色代表无法上路 底部散热是倾斜式的设计 说实话这款游戏的散热并不是很棒 温度一直很感动 所有的接口都在后方 4个千兆自适应的网口 并没有配备USB AX3 Pro配备了4根粗大的天线 每个天线都可以90度翻转 天线上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WiFi6加的标志 这次华为在WiFi6后面弄了个加号 官方称是在WiFi6的标准协议之上 增加了芯片协同技术 主要带来了两大特性 一是动态窄屏宽技术 二是支持160MHz的频道带宽 听上去客气满满 但是仔细分析 还是有一些过度营销的意思 动态窄屏宽技术 就是在WiFi信号弱的情况下 降低频道带宽 说白了就是牺牲速度 来保证信号变差的时候不断线 实现多穿一堵墙的效果 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 另外160MHz我们都知道 WiFi5 V5 II时代就已经有160MHz了 不少华硕和网件的路由器 大家都可以买到 到了WiFi6这 160MHz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至于160MHz有没有意义 后面我会告诉你 具体WiFi6加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测试看看 三台设备 中单手机使用RF11 Pro Max 这次我们主要对比 两款路由器的外网和内网的最大速度 测试分为三个对照点 A点和路由器在同一房间 B点隔一道墙 C点隔两道墙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的基础带宽800MHz 这是网线直连的效果 可以跑到840MHz 好我们开始测试 先看和路由器在同一房间 无任何遮挡路 Wiwi AX3 Pro此时的WiFi信号强度是-24dbm 小米的信号强度也是-24dbm 首先测试外网速度 AX3 Pro外网最高-626dbm 外网最高-626dbm 内网速度是-617dbm 内网速度测试 华部AX3 Pro 953 上传301 小米内网952 上传401 在A点信号较好的情况下 这两款路由器的表现差不多 800M宽带的线路 用WiFi最高可以跑到600 两个路由器的内网下行速度都在千兆左右 而华为的AX3 Pro的内网上行速度略慢 接下来测试隔一堵墙 此时信号的强度已经掉到-47dbm 小米AX3600信号也是一样 -47dbm 华为AX3 Pro的外网速度 598 小米AX3600外网速度 601 内网AX3 Pro 603 上传258 小米内网872 上传373 此时是隔了一堵墙 外网的速度和不隔墙差不多 都在600左右 但是内网的速度 华为从900降到600多 而小米虽然降了 但是不多 最后我们来看看隔两堵墙会怎么样 两堵墙的信号就差了很多 华为的信号-73dbm 小米的信号-72dbm 信号的强度还是差不多 华为的外网速度157 小米的外网速度273 华为内网168 上行75 小米内网 上行289 下行107 到这就拉开差距了 虽然两个路由器的信号强度表现差不多 但是小米的速度明显要比华为快 也证明了华为所谓的多穿一堵墙 是跟自己玩的 其他手机并没有用 那华为的160MHz频宽 看速度翻倍呢 为了这个160MHz 我给我10年前的一台电脑买那块 英特尔的AX200网卡 我们大家也知道80MHz 2x200MHz最大的速度可以到1.2G 160MHz就可以到2.4G 但真的很难让连接速度保持在2.4G 因为160MHz横跨8个信道 抗干扰的能力也就非常差 使用这么多天 我也是偶尔能看到那么一瞬间的2.4G 其他绝大多的时间都是1.2G 就差把路由器塞进电脑里了 另外一个问题我以前也说过 假设你现在的速度可以稳定在2.4G 但是你这个速度要怎么把握出来 你跟哪些设备能达到这样的速度 看看你路由器的背面 网口都是千丈 你怎么能突破这个物理限制 所以就目前来看 160MHz的WiFi6 首先需要你的内网设备的网口 至少都要达到2.5G以上 其次160MHz 想要稳定在2.4G的速度 需要更高的6GHz频段 也就是WiFi6E 好消息是WiFi6E今年就可以用上 坏消息是 你的路由器和网卡还得换 华为之所以敢叫WiFi6加 是因为增加了一个窄频宽技术 这个技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它通过降低速度来提升信号的极限覆盖 但是想要用上这个功能 就需要终端一个支持 那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华为自家的麒麟芯片的手机 其他手机使用AX3 Pro 也就相当一个普通的WiFi6路由器 所以WiFi6加 是华为给自己的设备准备 AX3 Pro 是华为自己的路由器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AX3 Pro是支持2x2MEMO天线标准 而小米是4x4的 有什么区别 看这 我的电脑是3x3的天线 连接AX3 Pro 最大速度只能到866 而小米的路由器就可以上到1300 从性能上来说 相比小米的AX3600差距是有 但是不是很大 如果揭入设备多的话 估计小米路由器的优势就发挥出来 毕竟两个路由器的价格相差了一倍 有差距也是清理之中 最后 问问自己 是为了华为手机而买路由器 还是为了WiFi6而买路由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喜欢赋予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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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